继续呢我们带您聚焦中国 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爆料专访 继续的在媒体平台上展开 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 这个星期四将要在他的评论脱口秀当中 通过YouTube的直播专访郭文贵 这场最新的郭文贵专访将会涉及哪些内容呢 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评论节目的主持人 秦伟平先生来为您介绍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秦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郭文贵先生在昨天发了推 他说未来每一天他都会发表一个爆料视频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会不会担心 星期四在您的专访里 郭文贵还会提出多少爆炸性的信息呢 大家好 感谢海内外观众朋友对这次专访郭文贵的关注 那这次专访是在4月29日 我在推特上跟他联系的 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中国国内那大陆先包装的媒体都在说 郭文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一个习性富豪 那大家知道在海外自由世界 然后特别是推特这些社交媒体上 郭文贵给大家的形象却是一个有血有肉 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男人这样一个成功男士的这个形象在公众的面前 那我一个疑问说郭文贵先生到底是真实的郭文贵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一个恶魔还是一个天使 那我觉得公众来说可能都蛮好奇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关心爆料 其实我在约访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爆料 我想说通过这次专访向公众展示一个最真实的郭文贵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郭先生跟我沟通的时候 他也说经常看到我评论的节目 觉得我们是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媒体平台 他希望跟我说是这种对话式的专访 可以分析到很多中国的经济问题 特别是涉及到14亿公众的这些实际权益的 比如说海外国有资产流失 还有说国内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 说这叫骗局或者说跟大家利益相关的一些 一些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他想跟我说一起在这里做一些分享 那至于说他会不会爆料爆多少 我觉得我们都不太清楚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子 是 秦先生我们知道 我们在看到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预告里面 也提到这场对话将会立主客观公正 不偏不倚 甚至也会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 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 刚刚您提到 希望在与郭文贵先生对话当中 主要谈到一些国有资产流失 还有中国民众关注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议题 您所会提出的质疑 主要会针对哪些方面呢 会不会针对郭文贵之前几次的爆料内容 也提出您的疑问 还有您目前节目的规划情况如何 可能会进行多长时间 好 首先说节目时间 我跟郭文贵先生约定的那个专访的时间 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子 就是在五四青年节的当天 美东时间是上午九点 那北京时间是晚上九点 这是我们精心选择的一个时间 我们认为说 今年是五四运动是98周年 快到100周年的日子 那五四青年节或者五四运动 给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富是 年轻人特别是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 他说没有问题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这次不光说是我在提问 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评论的观众 还有很多支持者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征集了一个通过邮箱 评论2017.gmail.com发布了一个邮箱来向全球征集 向郭文贵先生提问 我们这次提问可能有50%甚至以上的问题 是由全球公众这样产生的 所以蛮有代表性 那郭文贵先生就像他自己在推特上说的 他现在每天可以录制一个视频 然后可以向公众讲他想说的话 我在想他如果真的是想要有爆料的话 他其实现在有很多平台 虽然之前是通过明镜还有VOA这样子 他其他的媒体承受很大压力 然后现在的情况他可能希望跟我对话 那真的是跟我们预期的一样 可以呈现一个更真实的郭文贵 不一定完美 但是可能会更真实 然后也可以谈到更多对普通公众有价值的信息 因为他也意识到说大家关注爆料 有些人是有点像吃瓜群众看热闹一样 但是更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这些爆料背后其实跟每个人的切身的利益相关 我们可能会通过这种对话式的专访 将大家呈现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这样子谢谢 是 秦先生最后30秒 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 郭文贵先前接受了几家媒体的专访 那么也引发了巨大的议论和风波 您自己目前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 有没有预期这个访谈结束之后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是这样 那的确专访出来预告出来之后 有很多人支持鼓励 有很多各种非议压力 那最厉害的其实有人跟我带话说 我如果去专访郭文贵 其实是为郭文贵站台 然后性质会很严重 以后不能回国 甚至有可能会像郭文贵一样 在未来会遭受全球范围的追杀 但是我表示说 除非是郭文贵先生 单方面取消这次专访 然后我绝不退缩 除非是我个人遭遇到人生意外 我绝不退缩 然后我认为说捍卫新闻自由 是每个公民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责任 然后这也是我们对评论的观众朋友 还有所有支持者的一个郑重的承诺 大家可以在5月4日见到我们在直播 这样子谢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秦伟平先生 也祝您工作顺利